這個提摩泰前書第四章 就教導了提摩泰作為目者應該有的工作目標、方向和態度之後 來到第五章,就開始講一講 就是提摩泰在目養的時候應該注意的那種人際關係 正如我上個星期,前一個星期剛才提到 提摩泰前書固然是寫給提摩泰個人的書信 但其實它是一封公開中讀的書信 所以這本書的內容不單單是對提摩泰的教徒 亦都是對我們所有作為會眾的 我們怎樣做一個素齡生活上的參考 亦都講明了這個是基督徒在事奉上面 那種代人接物的那種提醒 所以第一、第二節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 勸少年人如同弟兄,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 勸少年婦女如同姐妹,總要清清潔的 在這裏保留好明顯地分了四個類別 老年的男性、老年的女性、年輕的男性、年輕的女性 那這兩支經文裡面 你發現有兩個詞是常出現的 第一個詞出現就是這個如同 什麼叫如同呢? 好似 老人家以好似什麼看待他? 好似父親看待他 少年人看見什麼? 弟兄姊妹看見他 其實老人家說 沒有血緣關係的 教會裡面沒有一個人有血緣關係的 不過我們總有個血緣關係就是 在基督的補血裡面 我們成為了血脈相連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用父母兄弟的關係來看待 亦都是我們以免夜教會創會以來 我們一直沒有改過的口號 就算今早上我跟新人教會再說一次 教會是我家 既然那是家 我就應該用神的家這個眼光來看教會 在接代教會中所有的朋友的時候 我們都要視他為家人那種的感覺 那種的態度來接代他們 所以 教會不應該存在任何的所謂辦公室政治 或者社會裡面那些公利主義 教會做事我們不是一味只是公事公辦 只是講利益得失 我們輕視了教會裡面那些老弱孤寡 我們去 淘汰那些太太若樓強 只是懂得托大腳拉攏關係 因為這些事情不應該在教會發生 這些事情如果在教會發生的時候 老實說教會就失去了在社會為善那種功能 而教會是我家 所重視的是什麼呢 就是更多的鼓勵 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體諒 更多的接納 做事方面 我們靠著主的緣故 用神的話語我們有彈性的去處理 所以第一句說話 很有意思 不可嚴責老年人 很同意的 年長的人他們經驗多 越來講 所以做事上來是固執一些的 他不固執 很簡單像牧師一樣 六十幾歲的人 我那一套當然是成功 我才六十幾歲的人走到過來 是不是 我不成功走不到六十幾歲 是不是 所以坦白說 是固執的 所以 你跟老人家兄弟 他不容易妥協的 他那些年輕 我失業多過吃米 不過很多人說 你被炸鹽他又不肯吃 所以那個時候 那些 很坦白說 在傳福音樂 在四十幾歲以上的人 傳福音樂是很難的 因為他那裡 真的成功了 所以當保羅去 提醒提摩泰 教提摩泰的時候 他知道提摩泰 要面對醫副所的會眾 一定會碰上這個難題 當然 他專門處理 就叫他年長一點 牧師六十幾歲 就叫他六十幾歲 來跟牧師聊聊天 是不是 可能是這樣 但是 老實講 提摩泰作為神的用人 是上帝差派的僕人 他要侍奉的 是要向上帝負責的 所以 他做的不是要討人喜悅 所以保羅去提醒提摩泰 只要有一個原則 不可嚴責 不要太強硬 老頑固就可以了 那怎樣去做呢 這個不可嚴責 我就看到有四個很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就是 既然不嚴責 但是你需要用愛心來看待 用愛父親的眼光來看他 尊重他的經驗 尊重他的月曆 老實講 很簡單 你能夠尊重人 才能夠成為別人的尊重 所以保羅這裏 用勸來代替了嚴責這個字 勸 是指示了我們給對方一個恭敬 表示了他明白對方的經驗 明白他的月曆 不過仍然很想和他分享 可能有的另一個角度 而勸 亦都告訴我們 是一種溫柔的對話 我只不過是想挽回 不是要將對方當作敵人 來對付 來消滅他 這種對話的心態很重要 因為我們活在世上 多一個朋友 比多一個敵人好 而最後 勸 亦都在過程裏面 我們心理上有個準備 在規限的過程裏面 對方願意改變 能不能夠作出改變 是對方的自由來的 改變對方 絕對不是規勸的一個最終的目標 規勸的最終目標 就是分享 自由 仍然加分開的地方 而這個勸字 亦都適合在其他三個分類 就是那個老年的婦女 少年的弟兄 少年的姊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真的有四個很重要的原則 在社會裏面 我們明白到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人人都是罪人 每個人都會犯錯 勸就算是勸人的人 都是什麼 都是罪人來的 你勸他不是 你聖人 所以聖人才勸 勸罪人 不是 我們都是罪人 勸罪人 所以當我們看見有人犯了錯 我們不是站在一個道德的高地去罵人 我們需要用一本溫柔的心去做勸戒 就是期望用挽回來取代對方的定罪 第二方面 你要看對方是自己的人 的家人 以愛心為出發點 實踐上面 是很不容易的 就是我最近最有經歷的 譬如過去這兩年裡面 因為教會人數很大的變化 人數多了 事奉人手也同樣多了 所以我在當中 就自然而然成為了大家一個關鍵的人物 不過我坦白說 我的能力 我的時間 都是有限的 所以過去呢 我就採用了一種 言者上吊 你願意做我就讓你做 這樣 市長的責任交給他們 當我發到對當中 原來我們有些頂姊妹呢 是過去其實很有經驗 但是不知怎樣貢獻 又不知哪一向 不知我問 另一方面 其實我都不知大家有什麼經驗 我都不知大家有什麼恩賜 所以這兩年來慢慢欣賞 我就很坦白說 其實我們還未建立到家人的關係 未去到家人的關係的密切 不過現在我們多了兩位 部分時間傳導人 我想 牧羊方面我們可以有調整 過去我只是講到 查經的牧羊 現在他們有分擔了 我希望將一些教育的事務 能夠再次調整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未來我們可以像家人一樣 直接的 開心建成的 作為自我挑戰 一起在這個家裡 一起去侍奉上帝 而第三個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可以明白 掌有有罪這個原則 所以對比自己年長的姐妹 視他為父母一樣 在彼此生活裡面 彼此的謙卑 彼此的尊敬 但是最後一點 也都覺得是重要的 就是明白男女有別這個原則 所以當異性被相交的時候 我需要有合而的舉止 就如你所講 要全身的清潔 不要有些污衛的念頭 男女的交往 要有合而的心態 和我們的風度 當保羅在第一和第二節 提供了有關教會裡面 人際關係的普遍的原則之後 到第三到十六節 這十四節經文所討論的 就是教會裡面 怎樣處理寡婦的問題 在仕途時代 寡婦的社群 可以說是教會裡面 一個最弱勢的社群 為什麼我們說寡婦 是當時最弱勢的社群呢 首先第一 我們明白初學教會裡面 特別猶太人的社會裡面 是一個父系的社會 所有事都是男人為主 男人話事的 所以女性的地位不高 因而這樣 她成為了教會裡面 一些弱勢的社群 加上當時是一夫多妻妻的傳統 所以寡婦在社會裡面 成為弱勢的社群 也是很明顯的 再加上當時社會的制度 養老的制度 都比較落後 所以很多寡婦 都沒有一些公家的供應 很孤苦伶仃 生活很貧困 所以這個原因 我們就期望 提摩泰在牧場上面 本著愛心的照顧 給這些寡婦 能夠有合理的救救制 當然在寡婦當中 有一個故事 提摩泰需要小心地 作出一個分辨實際的情況 來做一個相應的行動 在第十四節的經文裡面 寡婦有三個不同的情況 第一個情況 就是那些真為寡婦 什麼叫做真為寡婦呢 我們在第三至第五節 我們會看到那個界定 寡婦對他們很關心 所以在界定那些真寡婦的身份之後 寡婦在第九至第十節 就提到教會應該有的責任 等一下我們都會去了解一下 而第二類呢 就是第四、第八和十六節 提到有些有兒有女的寡婦 在這三節的經文裡面 寡婦希望家庭能夠扶起應有的責任 去照顧這些 在社會上面 被視為弱勢社群的一班 第三類 就是第六到第七節所提到的 那些浩然樂的寡婦 寡婦呢 對這一班的寡婦呢 似乎不是很客氣的 最後呢 就是提到年輕的寡婦了 寡婦是明怪人性的軟弱的 所以十一到十五節呢 寡婦就提到這班年輕的寡婦 結果是什麼呢 寧願他們去嫁人的 好了 至於寡婦所說 在第三、第四、五節 他就說這個真寡婦了 什麼叫真寡婦呢 第五節的第一句 這句話說 他是獨居無靠的 意思是他沒有家人的照顧 沒有兒女的照顧 相信這一個 這麼簡單的定義 大家都要接受的 真是獨居無靠 是吧 但是原來寶羅去說的 更加要留意的就是 他關心的 不是單單寡婦 他加了個字在那裡 叫真寡婦 什麼叫真寡婦呢 這個就是下半節 第五節的下半節 就讓我看到 有兩個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個元素 就是他能夠仰望神 這就是他能夠將個人的指望 放在神的身上 他以神的供應 為他的 為他的頭 也是他的避難所 環境不容易過 但是這個寡婦 對上帝絕對的相信 雖然沒有任何背後的支持 沒有任何的鼓勵 沒有任何的依靠 但他始終相信上帝 他對神的信心 令他好好的 去過這個孤獨的日子 另一方面 他對上帝的信心 如果實現在他的日常生活裡面 所以第二個元素 就是他能夠 他就是他在朝夜不住的討告 他那種隨時 他付諸神的決心 專心一意對上帝的依靠 令保羅敬佩他們 所以保羅在第三節 就吩咐提摩太太 要尊敬那些 真為寡婦 當保羅為真寡婦代表定義之後 他在第九到第十節 就提到教會應該怎樣看待他們 這裡所提到的就是 寡婦要記在策上 顯示當時候 教會可能有一份 屬於寡婦的明冊 就算沒有 保羅這樣寫這句話 也都可以說 他是吩咐提摩太太 要施行這樣的明冊紀錄 的制度 為什麼要施行這個制度呢 我相信 是在後面 我們所提到的那些 有家庭的寡婦 好現代的寡婦 年輕的寡婦有關的 在某種意義上面 保羅並沒有定義那些 並沒有定義他們為真寡婦 我想 教會行事 沒錯是愛心先行 但絕對不能被人 有濫用愛心這個行径 所以有些限制是一個正常的事 要避忌查常 第一 是要年齡是六十歲 我相信保羅這個規定 是因為工作能力 六十歲之後 開始慢慢的下降 養生的戶口 慢慢的能力慢慢的減弱 所以一定要有外來的支援 才能繼續生活下去 還有 她是從來指作一個丈夫的妻子 展示了她對婚姻的忠誠 既然這麼忠誠的 對婚姻的忠誠 教會應該要珍賞他們 因為她遵守了上帝對婚姻的心意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她有行善的明星 有養養育兒女 接待遠人 洗星道一腳 救濟租難的人 這些都是很有關的條件的因素 但是都有一個很類似的一致的方式 就是這幾個的動詞 全部都是過去式的 就是說在過去一直都是這樣去做 一直都是這樣做這個見證 她不單止安分守己 去養育兒女 她當然是愛心 她當然是愛主愛人 去接待遠人服侍神的仆人 既然他們為教會 為社會 為家庭 做這個貢獻 老了 教會就應該比較適切的支援 所以 教會 其實真是要好的考慮 認真的考慮 我們怎樣撤下一個慈善的基金 你幫助真是未來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們再看看 列為這個真寡婦 沒有列為真寡婦的第一個類別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幫有兒有女的寡婦 甚至都說 她有孫子有孫女的 這個講明了 這個寡婦的後面 是一個完美的家庭 成為她的支持點 所以保羅說 寡婦能夠在家中都照顧 是下一代實踐孝道的機會 而保羅就說 這個在神面前是可與立的 實踐孝道 就是我們因為明白人生的過去 現在未來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 需要我們會愛惜我們的父母 愛惜他們喜居飲食 愛惜他們所有的生活 所以我們可以 可以將積極地去實踐 能夠去實踐這個效度 其實也是基督徒操練敬禮的一個重要一環 因為保羅都說 這事在神面前是可與立的 在第八節 我去 責備那些不肯照顧自己家裡的人 告訴你 他不單單背了真道 更嚴重的是 他比不信的人還不好 意思就是說 他們明顯是沒有 是一個十分失見證的生活模式 是不可取的 這個重點當然說明了 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個理論的宗教 而是一個實踐的宗教 能夠活現信仰的實在 就是要好好地去照顧我們家人 同時 要反映了公敬父 孝敬父母是超越時代的宗教 不是一種的 超越時代的宗教義務 更加是一個基督教根本的倫理 如果連根本的倫理我們都沒有做好 我們沒有資格去講信仰 最後在第十六節 我又提到 家庭如果能夠負起趙家中女寡父的責任的話 對教會的資源也都有一個很積極的作用 因為教會的資源是被珍惜地使用 這些教會就可以去幫助那些更加有需要的人 來到第六、第七節 我又很簡單地提到一種寡父的類型 她說 但那浩然樂的寡父 證會這個時候也是死的 這是你要祝福他們 叫他們無可指責 浩然樂的寡父 意思就是那些 只是顧追求物質生活享受的寡父 這類型的寡父 很明顯地 跟她所謂的真寡父 有一個很強烈很強烈的對比 不過說她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 這個說話很有意思 我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這句說話 首先從淑寧的層面來說 她或者因著寡父這個身份 她放棄了對神的信靠 即是說她在淑寧裡面是死亡的 她活著只有驅學 從淑寧從生活層面來說 或者她用這個現落去麻醉自己 她不想面對現實 所以寶洛說她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她是一種行屍走肉的生活 是很可悲的生活 所以第一次說 這件事你要祝福他們 竟然無可指責 就是在第一到第六節 所講到有關寡父各種的話題 寶洛的心意就是希望 這一幫社會中的弱勢的社群 能夠得到適切的照顧 更重要是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都能夠結身自愛 在這個不信的世代裡面 成為明燈 能夠活出幾圖應該有的美好的見證 而到最後 寶洛所提到的就是那些年輕的寡父 寶洛對這些寡父呢 很直接了當 教導提摩泰說 年輕的寡父就可以辭他 意思是什麼 不要登記啊 不要列她登記那個 在寡父的名冊裡面 不要啊 我們在江仁多前書第七章三十九次 告訴我們 其實寡父再嫁呢 不是犯罪的 只要雙方信仰一致呢 在保羅看法呢 未嘗不好的事 而在這一段裡面 寶洛就有保留了 他怕什麼呢 他怕就是年輕的寡父 因為抵受不住情慾的試探 做了一些合不合乎神心意的結合 譬如嫁給了一些不同信任的人 又或者違反了不再嫁人的誓願 所以 講明了第九節 寶洛要等到這些寡父 報了六十歲 才讓他登記的原因 與此同時 寶洛看到年輕的寡父 所有普遍的現象是什麼呢 十三節就說了 他們又習慣懶惰 挨家閒遊 不但是懶惰 又說長道短 好管閒事 不當說的話 這些表現 固然因為他是年輕 在社交圈子裡非常活躍 加上當時 女性的社會地位不高 又沒什麼受到教育 所以容易在生活上 出現了種種種的問題 但是為了教會的純潔 因為為了年輕寡父 突然出路 所以寶洛十六節 就認為 再嫁呢 或者是一個常策 同時都拯救他們 不自為魔鬼所利用 也都保護這一幫 處於社會弱勢的父女 讓他們在生活中 重回正軌 所以說一句 因為已經有轉去 隨從撒旦的 這句說話就很 很特別了 明顯就告訴他們 當時真的寡父 改嫁給不同信任的人 的情況 已經出現了 所以拒絕為年輕寡父的登記 讓他們在教會裡 的祝福 在教會的祝福下 讓他們再嫁 是有實際的需要 在這段經文當中 可以看到寶洛在牧羊的方向 不過過去多次去訪問這個議筆所 包括在寶洛第二次的宣教旅程 就是主後五十一到五十年之間 他在那次旅程 他留下了白基拉和阿巨拉夫婦 在那裡工作 然後第三次旅程 就在主後五十三到五十年期間 他當時用了三年的時間 留在爾弗所裡牧養爾弗所教會 但是當時 他好像沒有為爾弗所教會 賜下這些寡父的建議 直到現在 他交叛給提摩太的時候 就作出了建議 對我來說 我很理解 寶洛這種做法 因為過去寶洛兩次訪問 爾弗所 目的只是傳福音 在他第二次訪問 裡面 第二次訪問當中 他有三年的時間留在爾弗所 他當時是單打獨鬥 面對那些未信者的挑戰 所以當我們去看這個施頭行傳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 第十九章的時候 我們看到 他有推拉努學房 那種港道的效果 帶了很多人來幫人信主 但是同時間 帶了信主之後 十九章就告訴我們 有很多不信的人 因為他這樣做的緣故 他破壞了當時的神棍的生意 那些神棍就要殺保羅 當時可以這樣說 以很多教會被成熟 所以很多行政工作還沒有設立 現在提摩太接牌了 情況不同 保留了時間去穩定了他們 而亞基拉夫婦在幫助他們 所以保羅開始有些改變 所以在剛才我分享中 我都告訴大家 都為教會祈禱 六月開始了 我們有新鑽人來了 教會很多時候 很多工作都還沒有發展 但是上帝現在 給我們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人手 球天會幫助我們 能夠真是很好的 給知同心合意 令教會有更好的發展 同心我們祈禱 好